好 这个是动脑时间 这些名字都叫做海 地中海 黑海 离海 浅海 石海 红海 它的名字都叫做海 但是呢 在分类上有些叫做湖 有些是湖 有些是海 请问你 怎么分 怎么分它是湖还是海 怎么分它是湖还是海 OK 他们的名字都叫做海 请问你 它如何去分它是湖还是海 我们找一个帅哥男有吗 有 二 三 怎么去分它是湖还是海 刚才不是有人报答案吗 没听到 你跟我说 有没有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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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也可以有出口啊 有没有连下来算你对啦 有没有连下来算你对啦 你坐 有没有跟外洋相通 黑海接地中海 地中海接大西洋 跟直接跟外海相通 这个叫做海 那红海 那红海会跟印度洋相通 所以它叫做海 可是石海 沿海 沿海跟米海都在陆地里面 被围在里面 这个叫做湖 所以被基本上被圈在陆地里的叫做湖 能够可以直接跟大洋相通的地中海 会这样直接接过来 去接到大西洋的这个叫做所谓的海 OK 这是课本的问题 课本的问题 最后一个叫做冰川 我们讲过冰川就是会动的冰 一 为什么会有冰 积雪会成冰 二 为什么会动 重力跟挤压 重力跟挤压的关系 它会动 冰川分两种前面交过了 有一个在山上的叫做山越冰川 又叫做古冰川 又叫做古冰川 那么就是在阿尔卑斯山啊 喜马拉雅山啊 就叫做山越冰川 那如果在平地陆地叫做大陆冰川 比如说格宁兰啊 南极大陆啊 那个叫做所谓的大陆冰川 那个就是看看名词而已 这个也不重要 你就知道 但它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作用 不同的状况 那个细节的我们部分 我们就不提了 细节的部分 我们就不提了 那就是知道一下 看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是我跟你讲过的 我会说我会讲两遍那个 冰川 有很强大的侵蚀能力 走过去的时候 会造成一个光滑 但是有刮痕的平面 那我讲过 我会讲两遍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用 这件事我未来要用 所以我讲了两遍 OK 光滑有刮痕的平面 OK 那我们前面交过了 然后再来 冰川是全世界最多的淡水 所以存量很丰富 它融化的水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水质源 但当然是对那个 像尼泊尔人这种才有用 对我们而言是 没有什么用的 没有什么用 所以它不算在平常的水质源当中 然后呢 这边就是讲的 如果全世界的冰川会融化了 海域面就会上升 这个在我们最后 再交全球暖化的时候会提到 这个看一看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河流 介绍一下湖泊 介绍一下冰川 汇讨的部分 几乎都交过了 除了那个什么 咸水湖 岩度百分之五 内陆湖泊之外 其他都交过了 所以就简单看一看就好了 ok